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主题 什么内容 看我的画面 日本马农的烦恼 是这样 咱们国内朋友 全世界朋友都一样 学习某一种语言的开发 肯定会存在这样的一种 喜欢不喜欢的这种问题 比如说我喜欢渣了 我比较讨厌Node.js 总是存在这种 喜欢和鄙视链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光发生在国内 国外 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 这两天我看到 日本有篇文章就讲 通过日本推特 这些个大数据的总结 来总结出了 在日本这个地区 这个国家 大家都是在用哪些个语言 都是不怎么喜欢哪些个语言 我给总结一张图表PPT 今天咱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挺有意思 看看是不是跟咱们国内很相像 咱们看看 首先这是我的标题 咱们跳过 首先说 我这个PPT统计的内容 都有哪些内容 大家请看 首先说 最初你学习哪个语言 比如说上校大学了 我想学习这个开发 最初你学习哪个 对吧 然后你认为最难的语言 是哪个语言 对不对 然后你平时 你工作 学习你最常用的是哪个语言 你最讨厌的是哪个语言 对吧 你最喜欢是哪个语言 对吧 接下来给初学者推荐 一般都推荐哪个语言 咱们这六个方面 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好 首先 最初咱们学习哪个语言 大家请看 这个非常的日本话 最初学习哪个语言 Basic 或是C 在国内我认为 上大学一般都要讲 C语言 对吧 反正我们那时候上大学 肯定一上来学就是C语言 然后再学会编 对吧 像什么Java C++都不学 那么在日本这边 学习最多的 首先是Basic 其实包括日本企业内部 你说开发用的是哪个语言最多 绝对是Basic 尤其是公司越大 用Basic的越多 好吧 然后是C语言 然后是Java C++ JavaScript 然后是编网页 对吧 大概是这个感觉 国内的朋友 我认为 斗胆 我认为 学的最多的 坏话说 最初学习的应该是C语言 好 接下来 最难的是哪个语言 C++ 我想国内的朋友 肯定也是认为C++ 汇编 汇编是难 但是汇编的应用面 不是很广 或者说应用的朋友 不是很多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汇编竟是排在了第五位 Assembly 对吧 第一位是C++ 确实 我上大学时候 也自学过C++ 我们学校教的是C语言 对吧 我是自学的C++ 我就认为很难 尤其这个多态多继承 就给人拿了要死 其实这个概念 在实际的工作中 根本就一次没用过 用的还是单继承 这放在另外一个主题 然后Java也认为很难 是这样 Java其实简单的学 并不难 但是现在学到一些 一个深的概念 才使得Java越来越难 包括Java现在出到11 12之后 又多了很多的这些 形的范形东西在里面 导致Java越来越难 然后 但是这个大家请看 第四个JavaScript也难 JavaScript难 不是难在它的语法 是难在它的设计和规划 好不好 OK 咱们接着往下走 最常用的是哪个语言 Python Python没说的 对吧 现在最流行 而且不管哪个国家 AI都很火 AI首推就是Python 然后才是C C++ 对不对 第二是C Sharp 在国内 我想用C Sharp的朋友 肯定不会很多 但是在日本这边不一样 在日本这边 为什么说VB 跟C Sharp用的多 是因为用.NET的框架 做企业内部开发的 大公司特别的多 所以说C Sharp排在前面 Java排在前面也没说的 但是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C++居然高于PXP 可能是我这些年 干的公司不一样 我干的这些公司 用C的有 用C++的是真没有 但是用PXP的有 你说PXP跟JavaScript 它们可以是排在一起 我认为这差不多 但是排名 把C++排在第四位 我觉得有可能失准 这个地方我认为排的不对 用了最多的 Python没说的 然后是VB跟C Sharp也没说的 Java没有问题 PXP我认为也是排在靠前 但是C++靠前 我这个地方打个问号 好 咱们再往销 最讨厌哪个语言 您最讨厌哪个语言 JavaScript 我再说一遍 JavaScript 讨厌它并不是因为它难 是因为它想规划好很难 它太灵活了 为什么讨厌VB 我记得我当时在公司给面试毕业生时候 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不喜欢VB 很多人都说我不喜欢 我喜欢这种C语法 喜欢这Java语法 VB的语法肯定就是让人讨厌 有这个感觉 比如说你生命的变量 你觉得生命就完了吗 干嘛非要Lite一下 干嘛非要Deam一下 是吧 这可能是它一个特殊的地方 但是应用最广泛的 肯定也是VB 因为你只有英语的人多 你喜欢他人多 讨厌人自然也会多 对不对 OK 然后讨厌Java是这样 Java讨厌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 就是Oracle慢慢开始走收费的道路 对吧 让人家觉得你这个门槛 一点点的在变高 对吧 然后讨厌Python的话 肯定也是跟上面原一样 你喜欢的人多 讨厌的人自然也会多 对不对 好 再往下 最喜欢哪个原 C Sharp C Sharp 你说像Java吗 像C吗 也像 像C大家吗 也像 而且还有非常灵活 Link语法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也是比较喜欢C Sharp 像我一开始 就刚编那这 我的时候用C Sharp 写些我自己的开发工具 我当时是自己做网站 我写自己一些个开发工具 然后放到网站上 让人下载什么的 当时我是在做 自己的商业模式 我用的就是C Sharp 进行开发 以前我们还有很多人叫C井 我听了就不爱听 C Sharp 对吧 就给它叫对了 所以说C Sharp 作为我来说 也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第二个 Python 我也是比较喜欢 大家请看 C++又排在了前面 第三位 对吧 C++ 反正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真的说不上喜欢C++ 不能说讨厌 但是我不喜欢 为什么 你C最好在什么地方 你快 对吧 C++其实并不快 但是你的语法还这么的难 反正我是不喜欢 其实我最不喜欢的是哪个 当然这是说最喜欢的 我最不喜欢的是objective C 面向对象的C 这个是更讨厌 这个就不说了 好 咱们再往下 给初学者推荐哪种语言呢 这个我认为还是比较有权威的 Python 我现在给我身边的任何的朋友推荐 我都推荐学Python 包括现在有很多私信 我的朋友说 我是刚上大学的大学生 我想学IT 但是我不知道想从哪入手 我给他的建议就是学Python 真的学Python 你学Python 走AI的路 或者走今后的物联网的路 都行得通 不管 其实现在很多国外小学的教育 就是拿Python进行教育 为什么呢 语法简单 对吧 没有那种非常要求严谨的格式 没有 我只要按几个空格 就能够形成一篇文章式的代码 所以说 对于初学者朋友来说 我是急推Python C job国内用的不多 其实在国内推C job 可能稍微有点奇怪 C可以学 Java可以学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国内为Java交费的公司有多少 所以说Java我认为会一点点的走下坡路 JS JavaScript也可以学 而国内学VB的估计不是很多 学Luby的估计也不是很多 但是呢 学Python P的估计会不少 包括国内有很多的公司 都开始采用购语言 其实我也在考虑 是不是今后我在做一套购语言的课程 感觉这个 包括现在我正在讲的Docker的这套课程 Docker本身就是拿购语言做的 对不对 包括今后我可能还要再给您讲一个如何用购语言的一个框架打网站的一个课程 我也是在计划当中 OK 最后 难但不讨厌的语言是什么 什么意思 就说这语言啊 很难 难学 不好学 但是呢 我却不讨厌它 这个感觉是哪个 大家请看 Last Haster Scalar Scalar我得说一句 Scalar吧 是Java的加强版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一个叫做Play Framework 玩 那个玩 那个Play Play Framework 那个框架 其实拿Java可以开发 但是底层 它推荐是用Scalar进行开发 这个语言嘛 我当时看了一些语法 确实有点难度 但是你说我讨厌 还真就不讨厌的 所以说这个Scalar呢 但是Scalar 我绝对不推荐给初学者朋友去学习 为什么 初学者朋友一上来应该是加强信心 增强信心 对吧 你学这些个Scalar 一些个很奇怪的语言 所以我是不推荐 学Scalar 还不如去学Java 对吧 学Java以后你还可以开发安卓了 对不对 Scalar的话呢 其实领域不是很广 所以说不推荐 推荐初学者朋友呢 还是去学习 Python OK 这就是大概今天给您分享的 关于日本的马农 他们在学语言时候 所喜欢所不喜欢的 喜好的内容 分享给您 您看看怎么样 是不是和咱们国内的一些喜好相同呢 如果像您 比如说有什么 您喜欢的语言 或者您不喜欢的语言 或者有什么理由原因 都可以给我留言 也当时我总结一下 可能今后我可能 还会再做一套中国的马农们 所喜欢所不喜欢语言 可能我变成日本版 可能我还在日本YouTube公开给日本网友 也说不定了 对不对 好吧 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